陆港地藏王庙配合中原普渡举办为期三天的 2023齐安拔剑三天大法会祭水灵仪式 放水灯重现陆港风华 28日傍晚在福禄河滨公园举办祭水灵仪式 彰化县长王惠美与陆港地藏王庙主委许森树等人 共同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经过这个榜水灵仪式 一定会让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最重要不要有战争世界可以平和 最重要让我们的乡亲经济可以起飞 这真是很重要 这段期间来可以说 蜀龙共胜国 韩国要 真的经济无功真好 也希望透过这个榜水灵 我们在这里水灵 我们超多 还有方面让我们经过孙 经过翁 祈求国泰民安 大家平安 顺序 担安子 重新六港的方法 百万年的方法 放水灵 土水灵的活动 当然我们都知道 放水灵 土水灵 它的本身的用意 就是要让水阵 王室的这些活动 我们把他们引渡上来 放水灵 引渡上来 让他们离乎地楼 担任去倒台 倒台专协 陆港地藏王庙拔剑消灾祈福 祭中原普渡法会及放水灵祭水灵仪式 是地方重要的祭典活动 今年邀请到佛教界 非常有分量的上元夏明大法师 来主持法会 主要让祖先和孤魂水灵 接受超度 离苦得乐 保佑国泰民安 风调与顺 大家都平安 公运频道 张华允 陆港采访报道